大家好 我是黄家瑋 欢迎加入柯文哲金流风暴的特别报道 柯文哲从昨天被连检搜索带回约谈 已经超过了36个小时 就在刚刚7点之前 柯文哲已经遭到检方声压境界 想要全胜而退的几率是越来越渺茫 尤其今天申请提审之后遭到驳回 遭到罚警是双手上铐 这可以说是柯文哲从政以来 第一次被戴上手铐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从事件来抽丝剥茧 司法审理当然还有漫漫长路 不过最新的攻防台北地检署 已经是五件齐发 不只要查金华城的弊案 检方陆续针对了包括政治献金案 北市科案 雨果市场 以及南侃转运站的BOT 成为柯文哲全新的五大弊案 要来全面来进行盘问 因此我们的记者现在已经在北检外头 包括了尤涛以及柯佩轩 我们首先要来问到佩轩 今天小草在外头来声援 包括柯文哲今天的进度 从提审失败被驳回 到刚刚已经被检方向法院来声压觐见 今天外头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佩轩 佩轩请说 好主观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在北检外头聚集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包括随着柯文哲声压之后 现场的情绪的民众也是越来越高昂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除了刚刚原先有站在中间来进行宣讲的民众 也是不断地告诉大家 情绪一定要冷静下来 否则没有办法来长期抗战 那甚至也可以看到 现场我们可以听到的音乐 在播放的就是柯文哲 当年在竞选的时候 播放的这个竞选歌曲稳稳地走 那民众甚至一度也都是情绪非常的激动 现场有民众是边吼边哭 甚至有能听到都已经落泪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现场可以看到坐在最前排的是这个学姐黄敬盈 一直都陆续陪着加入这个小草的行列 那在今天呢 其实陆续有蛮多的人都有来到现场的 包括是在早上的时候 包括黄国昌 以及是蔡碧如 甚至是馆长陈之汉 都有来到现场 一起来声援小草 因为你刚刚告诉我们这个气氛的掌握 那目前看起来稍微平和一点 那主要想问呢 他们接下来有陆续要在外头声援柯文哲 会长期抗战吗 有没有听说呢 他们里头在讨论的这个风向 觉得谁比较适合来当党主席呢 你在今天现场的观察 再把时间交给佩萱 佩萱请说 好那可以看到 其实呢 现场目前没有在讨论说 党主席会由谁来接任呢 因为呢 他们都是相当挺柯P的 甚至有很多这个支持者轮番的上来讲话 也一直提到的呢 都是一路走过来 有多么支持柯文哲 那现场也可以看到 他们提到的这个标语 包括是说 始终都是相信柯P是清白的 也是持续的为他加油 还有呢 包括是民众党所提出的 包括是这个司法认为是不公平 甚至也提出说 程序一定要正义 像这样的这个要求 那甚至呢 在稍晚之后 预计也有南部的这个小草 会来北上一起加入这个行列 甚至呢 他们预计是在12点的时候 会抵达现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外头的警力的部署 也是非常的多 包括是今天在北检内外 大约有100多名的警力 持续的守在现场 那现场我们看到 我背后的这个围栏 也是拉出了两公尺外的距离 就是要防止今天会有冲突发生 好 谢谢佩萱 刚刚让我们看到的北检外头 我们现在要来到最关键的北检里头 我们的记者呢 尤涛已经就定位了 那么继续要来请教尤涛 现在整个金华城暗中呢 这个柯文哲被检方认为 涉犯了贪污徒利的重罪 那刚刚你告诉我们 那北检已经是对柯文哲来生压境界 最快积压亭 可能在什么时候会有进展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尤涛 尤涛请说 好 各位观众 徐旦宁关心金华城荣基案的争议 现在可以说是越烧越烈 而且呢就连第三势力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呢恐怕都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呢他现在自从昨天 被从廉政署给移送到北检之后呢 到现在呢 包含是他的支持者 或者是说民众的党员们 都无法看见他的身影 就是因为呢 昨天柯文哲一到北检的时候呢 是直接据传 他是直接拒绝接受征问 也就是夜间征讯的部分 那同时表示呢 他想要离开北检 那么检方呢 也因此将他给当庭逮捕了 那么事后呢 他的律师呢 也是立刻的来提出提审 不过呢 事后却遭到台北地院驳回 因此呢 侦察庭也预计在今天下午3点10分呢 是继续的展开 那原本呢 外界以及法界呢 都预估 这个侦察庭呢 恐怕会持续到 明天凌晨 或者明天中午才会结束 不过呢 就在刚刚 这个侦察庭已经结束了 而且呢 检方是在今天傍晚呢 正式的来宣布 对柯文哲深压警戒 那深压警戒呢 对于柯文哲 以及所有的法界 和政界的人士来说呢 其实都是相当惊讶的 因为呢 这一次呢 也传出啊 柯文哲呢 疑似是在30号 被搜索的时候呢 让检方发现了新市政 原本呢 是要用图利罪来侦办 那现在呢 不排除是要以这个 违背职务收贿罪 也就是比这个图利罪 更重的部分 来进行侦办 所以说目前呢 柯文哲呢 可以说是深陷两难 而且呢 整件事情呢 恐怕已经上升到一个 法律的攻防战了 怎么说呢 因为原本柯文哲啊 被送到这边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是提起了提审 不过这个提审呢 对于法界人士来分析啊 就是为了要让律师 来争取时间啊 而且呢 在提审被驳回之后 台北地元是给出 什么样的理由呢 台北地元是表示啊 因为柯文哲 有羁押的理由存在 所以说检方当庭逮捕呢 是合理的 所以说这意思是不是说 法院参逐这些证据之后 也认为柯文哲 有可能被羁押呢 而且就在刚刚稍早 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呢 柯文哲律师呢 也巧巧的来到台北地元 来递状 递的这个委任书呢 也就是刑事委任书 那也就是柯文哲 如果真的生压 获准之后 这积押庭的委任律师 就会是由他们来负责 所以说这代表说 这个律师 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 柯文哲有可能今天 会被生压了呢 柯文哲你刚刚告诉我们呢 刚刚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提审的部分呢 如果他们的攻防失败 那接下来不论呢 这个最快可能今天晚间 或者是在明天 柯文哲呢 被羁押的几率是增高了 但是如果回到 整个案件的本身 他下一回合的重点 包括他会被视为是 徒利还是贪污 这整个攻防的重点呢 以及检方 他们掌握到的证据 可能是什么呢 再把时间交给尤涛 好我们说到整个攻防的重点呢 就是因为检方呢 有可能已经查到了新的事证 包含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柯文哲的妻子 以及彭志生的妻子 在昨天呢 都以政治人身份被约谈了 是不是检方在这金流之间 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呢 而且呢 今天呢 这个法律的攻防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 就是因为呢 今天柯文哲 以火速的身份 以火速的这样的时间呢 已经被申请积压了 那么预计呢 法际都预计 可能是明天最快才会有结果 不过呢 今天下午六点多呢 就已经被申请积压了 不过呢 现在还要来进行 越券以及绿件 这样等等的程序 那么也预估呢 在今天八点半的 台北地医院和台北地检署呢 才会有最新对外的说明 好 意思换句话说 最快八点半呢 会不会来开这个整个 柯文哲的积压亭 但是呢 除了在北检之外 我看到我们的记者呢 屈道云也已经就定位 在柯文家外头呢 大家也关注到 昨天包括四个人呢 也就是柯文哲 以及跟彭震生 现在都已经遭到 检方呢 声压境界 另外两个证人 就是他们分别的太太 大家所关注到呢 昨天以证人身份呢 遭到约谈的这个陈佩琪 其实呢 一度被发现 没有回到柯家 那一度还传出 可能会带着女儿到美国去 因此呢 大家今天问到道云呢 在柯家外头呢 柯文哲家 他们外头 现在的气氛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出现 陈佩琪 或者是柯文哲的家人 在他的家外头呢 再把时间交给道云 道云请说 好 主播刚刚刚 现在记者的位置呢 就在于柯文哲 松山路的住家 那这一早呢 北检是来到柯文哲的住家 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那包含 他的妻子陈佩琪 是以证人的身份 被带回廉政署去约谈 在这晚间十点多是 北检是讯后请回的 那民众党的立委 黄珊珊是亲自开车 去接送陈佩琪回家 随后呢 民众党是有发出声明 讲说陈佩琪目前 已经回到家中 那身体状况也相当的良好 不过昨天记者 其实在这边守着一整天 都没有发现 就是陈佩琪有回家的踪迹 那谁呢 昨天呢 其实有媒体人爆料讲说 陈佩琪是在昨天晚上 有预计要带着小孩 一起前往美国 柯文哲也预计在下周 一要有访美的这个准备 不过这个消息一出呢 立刻被民众党是驳斥了 他是讲说 柯文哲确实在9月的时候 是有要跟美国有一个论坛 不过因为机炮跟饭店 其实都还没有定 所以认为说这是一个假消息 那陈佩琪所属的这个联合医院呢 他们是有发出声明讲说 其实陈佩琪在下周 都是已经请假的 那稍早其实柯文哲 他是遭到检调 就是生涯境界 那其实今天一整天 都没有看到黄珊珊以及陈佩琪的踪跡 那至今陈佩琪时都还没有回家 那现场也会 那记者也会持续在现场 为您守候柯文哲家的最新动态 把时间镜头交换捧妹 好 现在我们的外场记者 简单来说 目前柯文哲最主要涉犯的 金华城荣基案呢 涉嫌贪污土利罪 遭到检调呢 从昨天的搜索约谈 移送北检附讯 一度在昨天晚间呢 他一度想要来离开 遭到当庭逮捕 甚至呢 这个申请提审被驳回之后 还被上了手铐 当时呢 这个延长站就是 立平想要离开北检 不过目前看起来 几率是越来越低 因此呢 其实在昨天晚间啊 他想要拒绝夜间训问的时候 要回家 当庭呢 现在法界的人事分析 很可能呢 是柯文哲啊 他的律师呢 在背后下指导旗 就是在征讯的时候 发现苗头不对 想要借机呢 来放手一搏 立平被释放的可能 也要争取更多的时间 来严理对策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 党主席的住家 办公室 还有 中央党部 也都被搜索 历经十二小时马拉松 征讯后 柯文哲委任律师 郑申源放出消息 疾控检方都在问 木可政治现金 让柯P无法接受 拒绝夜间征讯 入畅检察官 我要离开北检 不然请当庭逮捕我 文勇细称 这要求检座恐怕没听过 柯文哲根本就把地检署 当自家厨房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如果是办木可案 应该用木可案的 这个传票啦 或是他相关的案名 来传唤柯文哲 而不是用进化成案 来传唤他 那这种办案手法 的确会让人家觉得 是有瑕疵的 不过根据了解 柯文哲移送北检后 才刚开庭就拒绝征讯 加上他当初是自愿 去廉政署配合调查 不受24小时讯问限制 怎么会突然跟检座杠上 听讯喊咖 律师王志德在脸书 PO文分析 如果一开始就拒绝配合 检察官会有逃亡 串政之余申请羁押 因此一开始先同意 至少还有机会回家 但没有想到 在廉政署讯问超过10小时 眼看苗头不对 才赶快改变策略 想逃离北检 那这个提审的话 也要把案件移到法院 去让法官来审理 这也会让这个 侦查的流程往后延 所以这样又可以 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律师在背后 沙盘推演 想力评 让柯文哲全身而退 简便斗法 各自出招 在立新闻 邱文言 学校杨新颖 政局小组台北 这样的报道 柯文哲曾经是过去 台湾人气最高的 政治明星 但是不到短短的10年 现在来看看 已经有几率遭到积压 而过去来看看 昨天晚间 他已经失去部分的人身自由 就是因为他拒绝夜间争取 一整晚待着这个地点 就叫后省室 大家也很好奇 这里面的内部空间 到底是什么 透过我们的画面来看看 空间大概就是3到5坪 里头有折叠床 可以睡觉 北院也会提供给他 这一次性的盥洗用具 还有抛斥室的床组 但是律师也透露 过去虽然北院 曾经改装过 但过往的他这些当事人 谁曾经待过呢 包括了何寿川 赵腾雄 以及蔡正元 都曾经待在里头 他说这些当事人说 这里头的后省室 感觉就像地牢 待在里头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睡觉 走下楼梯 通往地下一楼 沿途长廊墙面 还有启动警铃的缆线 一拉就会触动警铃 后省室跟一般想象的 阴森幽臂不太一样 反倒明亮简单 大街的平均5坪 小间的3坪左右 这个是我们用中央控制的 如厕后冲水 得由中央台人员 帮忙按钮冲 想坐下边边 还有水泥长椅 而后省室地板踩的 都是木地板 再放上简易的折叠床 就可以就寝 可闻折累了 就可以睡在上面 台北地院还提供 抛弃室床主管洗用具 如果说拒绝夜间询问的话 会在后省室有 就是会有休息室 那一样它其实 就是一个笼子 然后会有透明的门 透明的玻璃 后省室许多政商名人 都睡过一晚 像是民进党前立委 苏正清等10人 2020年历经 马拉松市侦查 一到后省室就秒睡 还有前立委邱毅 后省室改善前 就曾呆过 当时他以臭 和阴森来形容 很干净 很干净 但是我自己的当事人 跟我讲说 那是要是地牢 赶快交保 赶快离开 或者是就没有办法交保 但是被告当然都是想要拼交保 然后在那边休息的 我自己的当事人 是我没有遇过 我的当事人有愿意 在那边睡觉的 如今柯文哲主张拒绝夜间征讯 一整晚都待在这 度过北院 第一晚 三连新闻 李温玲 请你中文报导 好 为什么法界人士说 现在柯文哲要全身而退的 几率已经是越来越低 主要关键人物来看看 就是涉嫌了 这个徒利以及贪污 那么关键人物 包括了沈庆经 就是行贿人 据说他为了整个容积率 砸出了1.8亿 而其中的关键中间人 应小微他拿到了4500万 1.8亿到4500万 这当中还有1.4亿 减调现在就要查出 这金流到底有没有流入 另外两名被告 其中当然就包括了 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就有律师说 那既然中间人 应小微都拿到了钱 是否的高层 能够决定容积率 最后这行贿的对象 最有可能就是柯文哲 一旦被掌握了金流 最终柯文哲将面临 无期徒刑 主席身体还好吗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经 撇开头不让镜头拍到 快步走上球车 会不会觉得很冤枉 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疑似当白手套 收受4000多万汇款 涉嫌贪污被收押禁见 应小微是中间人 中间人都收了4000多万汇款 难道最后拍板定案的市长 或副市长不会收款吗 律师直言 柯文哲先前请假的党主席 三个月可能就是自知 将面临相同命运 抗告发回重审来回跑刚好三个月 跟柯主席的请假时间不谋而合 就看检调掌握多少证据 曾在节目上脱口承认 徒利 法界人士分析 若徒利罪名成立 最低五年徒刑起跳 现在又爆出应小微收了巨款 疑似帮忙打点 检调极可能推测 市府高层也是行贿对象 假设今天从徒利罪 变成柯文哲有收钱 就变成是违背职务的收贿罪 就所谓俗称的贿赂罪 这时候刑度double 从五年起跳变成十年起跳 最终可以判到无奇徒刑 进华城案盖下最后同一章的柯文哲 引来政治生涯最大风暴 要全身而退 恐怕得经历 重重考验 赞天新闻综合报导 如果柯文哲真的没办法 全身而退的话 现在让民众党从上到下 几乎是难以接受 昨天这个最新的画面 就是检联在搜索柯文哲的办公室 民众党其实当下 由他的秘书长周虞修来陪同 整个过程当中也相当平和 并没有意义 但偏偏现在民众党 又高分贝一试在带风向 要把整起事件变成 对柯文哲对民众党的政治迫害 他们现在就透过了整个声明 来质疑北检市违法来搜索 但是现在北检解释 当下所有人都没有意义 整个过程相当平和 强调整个过程并没有问题 检联人员在民众党三楼 公共办公空间打开柜子 逐个搜索仔细翻译文件 这是30号检联搜索画面 民众党公布监视器 杠爽北检 搜索范围仅局限在柯文哲个人办公室 为什么在民众党中央党部翻箱倒柜 柯文哲咖打柜所在 柯文哲眼睛看过去的柜子 都应该要打开搜一搜看一看吗 北检周五前往台坡大楼 搜索二楼的柯文哲办公室 和三楼的民众党中央 引起白银不满 北检回应当时持搜索票 要搜柯文哲办公室和使用橱柜 但周虞修够知 柯在党中央没有办公室 但他会去开会和办公 搜索人员必须合时搜索目标 并没有搜其他员工的私人物品和座位 博士违法搜索 也想到过程中有律师陪同周虞修见证 他当场没提出异议 搜索过程没问题 北检他认为说 因为我有经过你们的同意 所以我在刑事说法上 有所谓的同意搜索 一般的当事人 其实不太了解的情况之下 没有特别拒绝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那种被同意的那种状态 对于北检说法 民众党在发声明 指北检昨天说只搜柯办 是公布监视器后才改口说 要看党部内有无柯文哲的橱柜 说辞前后不一 也批评北检声称 没搜索其他员工座位 但影像内容显示 检连在未经语取下 擅自搜索其他同仁柜子 痛批北检说谎 你在那当下没有表示意义 而且你还同意 让检调进入三楼 那你事后再开记者会说 你没有同意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 没办法说服法院 检连搜索科办 民众党锁定搜索范围 质疑北检违法 试图动摇执法正当性 北检不甘示弱 光速回应 大打攻防战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事实上 柯文哲深陷的整个五大弊案 不只是检连正在调查当中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台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 早就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在上周甚至连彭震生 都亲自到里头来说明 因此今天我们特别 也请到了苗波亚 以及简舒培 来给我们更多专业的意见 因此首先要来请教舒培 苏培议员我们想请问 对于柯文哲 他不配合检调的约谈 你要怎么看 他一开始不是说 自己坦荡荡吗 苏培议员你怎么看 柯文哲真的是说一套 做一套 针对金华城的疑议 其实大家已经提出 非常多的疑问 可是过程当中 柯文哲都散避不回答 甚至他日前才说 检调最公正 欢迎检调赶快来约谈他 他要跟检调说清楚讲明白 结果昨天检联进行搜索 约谈的时候 他反而高喊 控诉所谓的执政当局 对他进行整治迫害 要执政当局说清楚讲明白 为什么去搜索一个 在野党的党主席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不左右而言他 金华城柯文哲图立 神庆金百亿农机 违法违规 这是大家都在问 为什么只有神庆金可以 柯文哲不回答 现在连检把资料背起 要求柯文哲讲清楚 他反而去演出政治受虐儿 然后形作一个 自己被政治迫害 被政治打压的动作 我觉得真的是 让人觉得就是 柯文哲就是经不起考验 而且再一次凸显 金华城这件事情 柯文哲真的在里面 就是有猫腻 他不敢面对 这个灵解 也不敢面对民众 讲清楚说明白 好 如果柯文哲真的 经不起考验 但是他好多的动作 现在外头 在北检外头的这个小草 是越来越多 这当中有彼此双方的 一个理应外合吗 我们要请教阿苗 阿苗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他跟这个 外头的小草 彼此的相呼应 现在柯文哲的反应很明显 是想要把全案导向 为是一个政治案件 包括他在被检方搜索 当天他的发言 他刻意把矛头指向执政党 以及他还歪曲吹牛 说谎说自己是第一个 被搜索的在野党主席 这些种种其实就是 想要去刺激小草 想要去刺激他的支持者 不分青红皂白来力度他 而现在在场外 为他加油的这些支持者 其实坦白讲 是被柯文哲洗脑的受害者 因为柯文哲所牵涉的 相关所案件里面 没有任何一项是政治案件 全部都是跟不明的金流 以及账务不清 做了一笔烂账 还有金华城的农绩案 相关的案件 所以柯文哲 他自己在财务上面 犯了这么多错 而且还给予了财团 破天荒840%的农绩 这些种种本来就是 他自己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但是他却洗脑他的支持者 在这样子的炎炎夏日 在场外呢 还要持续的为他吃事来守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 政治操作 台湾民众党 以及柯文哲和黄国昌等人 应该要能够平心静气的 面对司法调查 为自己做过的事来负责 好 事实上柯文哲的大众作物 不只针对支持他的小草 今天一度被说 根本是策略失败 他要申请提审最后遭到驳回 反而让法界人士 他增加了自己呢 被积压境界的几率 那因此他下一步还可能再出招 我们要请问苏培议员 你觉得柯文哲下一步 还会有什么策略呢 议员 提审庭被驳回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昨天晚上突然拒绝征讯 然后这个说要当场被逮捕 然后后来开提证庭这一件事情 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政治操作 借由所谓的当庭逮捕 来动员小草到北院去声援他 那另外有一个可能是在司法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柯文哲也知道 柯文哲的律师一定知道 彭正生同一个时间也在开 也被检察官要求积压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他的律师 是借由这个拖延程序 想在这个因为彭正生 如果开积压庭的时候 彭正生的律师就可以去跃绝 跃绝柯文哲如果跟柯文哲律师 如果跟彭正生的律师有联络 是不是就能知道彭正生 在整个征讯过程当中到底讲了什么 然后也可以把这些讯息 当成柯文哲在回应 这个检察官征讯的一些资料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要奉劝彭正生的律师 跟柯文哲的律师 检察官如果在这过程当中 帮自己的当事人去做这些动作 其实也会一样是违法的 所以如果有泄密这样子的动作 其实自己也会慈善官司 希望这两位律师不要以身释放 好 接下来大家关注 大家常常说民众党就是 艺人政党就是柯文哲 那么现在都已经被生压 境界代表他的政治生命完完了吗 大家也关注 那接下来他的这个政治年量 会由蔡壁如还是黄国昌来接下来 不过只要被问到了 是不是要来带领主席黄国昌的态度 变得跟过去不一样 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我们再来听听搅不搅的说法 其实柯文哲未来的政治生命 还是取决于他自己个人 面对司法的态度 如果他能够诚心诚意的面对司法 不要用闪避的态度 能够直求对决 交代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或许他在未来 大家还是会认为他至少是敢做敢当 但是如果他持续的 现在的态度是一直回避 并且做强迫的政治操作 要来洗脑他自己的支持者 那我认为看破他 对他失望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柯文哲的崩坏 应该是就在眼前 那至于黄国昌 其实他现在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他希望能够维持 全身而退 等待时机取而代之 所以呢他在现在 从事发之后 他对于台湾民众党 跟柯文哲遭受到的风暴 其实是不闻不问 除了开直播的时候 讲几句好听的话 但实际上 他没有在帮党查账 他也没有在帮党清查 金华城案的相关的情形 一切都是近代 黄国昌一切近代 柯文哲自爆 等到柯文哲真的不行了之后 黄国昌就会打着 救世主的大旗 然后呢出面 收割柯文哲的政党 以及收割柯文哲的支持者 好现在金华城案 最新的进度 就是在刚刚呢 这个柯文哲 已经遭到检方声压境界 那因此呢 现在整个检方啊 分成两大组 在整个五大币啊 还包括了北市科啊 雨果市场 再加上南港转运站的这个BOT 这么多费要里头 柯文哲真的有可能全身而退吗 我们再来听听 苗布亚议员的最新说法 金华城案相关的案情 其实现在检调已经进展到 土力以上贪污未满 也就是说 如果最后确切有查到钱 那就是贪污 但就算没有查到钱 至少也是土力起跳 那么柯文哲到底会不会有事 其实取决于 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帮他扛 因为柯文哲参加了 应小为的便当会 以及在关键的公文上 全部盖了柯文哲的章 他要切割其实不可能 重点是他能不能像马英九一样 找到愿意为他扛责的余吻 但是目前看来 台北市前副市长 彭正森是完全没有意愿 要来为柯文哲分担任何的责任 所以金华城案的发展 我奉劝柯文哲还是详细的跟检调交代 当初跟省庆经的往来 你其实在全案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破天荒 史无前例 将一个私人的案件 交办独发局演绎 让台北市的副市长彭正森 要来裁判兼金华城的总教练 以都委会主席的身份 来做金华城案的PM 这样种种的作为 就是在为金华城保驾护航 而这都来自柯文哲的指示 柯文哲一定要跟检调交代 他为什么来当金华城案的隐无者 好 这一回 柯文哲整个卷入的金华城案 会让大家这么讶异 就是过去他能够攀上政治高峰 就是立下了超高的道德标准 不论是骂蓝绿贪污 那现在反而成为他过去口中的对象吗 常常讲这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 但是在他柯市府时代 现在金华城 北市科等等 都爆出了图利甚至是贪污的争议 再加上民众党本身的政治现金的假账风暴 还能够拿的政党补助款7000多万去买房 也因此让柯文哲一度一度 一步一步的陷入从政以来的最大风暴 所以现在政杖关系有时候看一下 就是说用刀叉在吃人肉 高道德标准是柯文哲打造的人设 但人性常常是违背人设的 我爱说有去唱歌 有 他请过我一次 那是选后的 当我说你算不得了 我也认识就这样那一次 从来不会否认说 我认识沈靖精 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 所以会遇到这还是有 但沈靖精不是普通市民 他是靠840%容积率 可多赚400亿的超级采访 工程顺利 民国111年金华广场动土 沈靖精和柯文哲兼并肩同庆 维京集团这块地 从最原始的392%容积率 到柯市府时代 先核准560%容积率 再同意金华广场容积率 推升到840% 成为台北市史上最高 绝对有人图利 金华城甚至其他的案子 他也有签名也有盖章 他不可能没有责任 他是民众党现在的负债 而不是资产 金华城如果你要办 你们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合华 他说图利 我说对啦图利 哪个地方不合华 讲不出来吧 金华广场案 北市议员应小为 被查出替沈靖金大力推动 在109年23月 陆续与副市长彭震生见面 以及与柯文哲便当会后 3月27号 北市都发局就发出一份 写着凤交下的公文 给金华城公司 接着就一路开绿灯 给了840%的惊人容积率 在诉讼败诉之后 改提容积奖励案 居然是市府给他的指导跟建议 而这样的指导跟建议 又没有行诸于正式的会议记录 或者是公文签诚 这形同是私相授受 而金华城的案子 只是柯文哲台北市长任内 被爆出争议和弊端行业的 其中一案 市科T11-18 当时的决策过程是有疑虑 其中正好调查 北市科原区一案 柯市府把超过8公顷土地 拆分成三案 T16 T17 T18发包 其中T17-18 被兴旺人寿在权力金下修的 优渥条件下飙走 却免提投资计划书 时间点 恰好就是柯文哲副手 吴欣盈担任新售副总期间 BOT跟设定地上权 它本来就不一样 一般来讲设定地上权 是不需要去写投资计划书 整起事件还爆出伪造厂商访谈记录公文的案外案 而金华城和北市科案 北市医员都组成专案小组调查中 听到的伤口叫台志光 我已经忍耐他8年了 说忍台志光8年 但被医员揪出和台志光陆续签下 不合理紫约 柯文哲2014选上台北市长后 大张旗鼓说要查五大案 现在自己也深陷五大弊案 包括金华城 台志光 北市科 第一果菜鱼类市场 以及南港转运站BOT案 都被指控有弊端 市长任内前仗未清 代表民众党选总统 正是先进烂账风暴 跟着席卷 内部查账延烧半个月 金额还是没兜拢 会计算账怎么会出现相近 就草草带过的结果 这段期间先是妻子 陈佩琪自爆 用儿子名义开公司 之后要自己负责 被炮轰是公然搞人头公司 又被爆出看1.2亿豪宅 之后柯文哲更是直接被揭露 用选举补助款 买下4300万的商办 还登记在个人名下 夫妻两遭疾疯是三宅一生 要选票的时候一张嘴脸 选完以后另外一张嘴脸 柯文哲最典型的 去年要选总统的时候 在12月的时候 还说他为了选这个总统 已经做到快要请家荡产了 结果没想到也还不到半年 他进来可以说 1.2也不是没有问题 他也买得起 过去的高道德标准 似乎也被小草看破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8月国阵民调有69.1%的民众 不信任柯文哲 比2023年5月民众党提名 柯文哲参选总统时 暴增23.1% 我几经思考 我还是要向党请假 三个月你知道 自动申请调查 过去挑战蓝绿两党 捡到枪就开战的柯文哲 常把责任政治挂嘴边 自诩清廉 最常叫穷 如今自己身陷贪污遗云 人设大破功 柯文哲被外界笑称 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三线讯会 光线讯会 讯会 看不到 好 现在我们马上要连线 最新现场就在北减的 里里外外 我们两位记者已经就定位 那当然柯文哲 在刚刚6点50分 已经被检方 依照涉犯贪污 这个图利的重罪 向这个法院来声压觐见 刚刚呢 北减已经有动作了 也就是说他们主要 要声压的理由是什么呢 马上再把这个时间 交给尤涛 尤涛 请说 好 主观众 时代您关心 金华城荣基案 现在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是持续的待在北减 但是呢 外头已经聚集了 非常多的 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 还有柯文哲支持者 甚至是柯文哲的反对者呢 现在通通都聚集在了 北减的外头 就是要来等待一个结果 不过呢 根据我们刚刚所说 收到的最新消息 现在柯文哲呢 是已经被声压禁件 这是检方提出的 声压禁件 那么刚刚呢 这个声压理由 也出了 就是因为呢 北减认定啊 这个柯文哲呢 和副市长彭震生 都涉及了这个贪污自罪条例 底下的图利罪 而且呢 有勾串这个串供之余 因此呢 才裁定声压禁件 不过既然讲到柯文哲 他现在呢 大家最 大家对引颈期盼的就是说 柯文哲到底能不能够平安无事的 来走出北减呢 那其中的关键 就是积押庭的结果如何 那目前呢 是只有检方 裁定声压禁件的 那么原本预计呢 大概是到明天中午呢 才有可能来召开积押庭 不过现在在今天傍晚 检方就已经正式的 来对他做出声压禁件 会不会积押庭 也因此 所以这个时序而提早呢 目前呢 还大家都还在观望当中 不过另外一名被告 也就是这个 被声压禁件的另一名角色 也就是副市长彭震生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从昨天凌晨呢 不好意思 今天凌晨呢 就已经被检方给声压禁件了 不过到现在时间 大概是晚间的8点35分左右呢 都还没有来正式的召开积押庭 因此呢 他的时间是比较急迫的 那么北院也表示啊 目前呢 可能会比较早收到 彭震生的一个申请 积押的一个书状 那么如果收到书状之后呢 在经过律师律件 以及法官阅诸件之后呢 就会来正式的召开积押庭 那么到时候呢 在积押庭结束之后 就能够知道彭震生 到底有没有可能被积押 或者是说 被积押之后 就直接送往台北看守所 或者是说 可以平安无事地 走出这道大门呢 不过现在啊 一切都还是未接受 三级新闻也会持续在 北减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消息 现场时间镜头 交还给彭震生 好简单来说 优涛告诉我们 从司法的进度来看呢 最快就是中午之前 明天的中午之前 那最快今天晚间 就可能知道彭震生 或者是柯文哲 他们到底会不会被法院 同意来积押境界 那另外呢 事实上柯文哲从政以来 今天正式有一幕 就是他从政以来 第一次双手被上靠 就是因为他提审失败 那现在目前在外头 除了小草在声援他 是不是有反对柯文哲的 这个民众在现场来聚集 双方的气氛现在如何呢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佩萱 佩萱请说 好 说持续代言的掌握 在北柬外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可以观察到呢 现场的民众 比起上午到下午来说 现场的人呢 聚集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在刚刚七点多的时候 这个柯文哲遭到生压之后 现场民众的情绪 也是比较激动 那现场呢 我们可以听到 除了在原本在中间宣讲的民众 会时不时的喊话之外呢 民众也是不断的在高喊 要求放人 甚至呢 也对这个 这个现场喊话说 如果柯文哲不会放弃 那他们也不会放弃 现场可以听到呢 在播放的是柯文哲 先前在竞选的时候的 这个歌曲稳稳地走 那民众呢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情绪也是非常动容的 甚至刚刚有女性支持者 边哭 甚至边喊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早上到现在 不断地有这个 柯文哲的支持者 还有陆续的民众党的人呢 也都来到现场 一起跟小草 一起静坐在这个地方 包括是呢 刚刚水姐 黄敬营也一直都是在现场的 那从早上到下午的这个时间 包括黄国昌 馆长陈志 和甚至是蔡壁如 都有来到现场 一起伸援小草 那么呢 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警力的部署 都是非常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现在有传出 这个在南部的小草 也要调来北部 一起加入这个伸援的阵容 他们预计呢 是在七点多的时候出发 那预计在今天的 午夜十二点 就会来到北检这边 来集结了 那现场警力的部署呢 大约从这个北检外 到北检内 大约是有 这个一百多人左右 现场也围起了 这个围栏 像昨天一样的阵容 包括是在这边拉开了 这个尽量公尺的距离 就是担心呢 有支持者来到现场 会避免发生一些 口角的冲突 以上先将时间镜头 召唤给后面主播 好 当然在北检外头呢 现在包括了 支持柯文哲的小草 以及反对柯文哲的 这个民众 在外头呢 在今天白天 就发生过冲突 因此呢 包括台北市的警察局长 在现场是亲自作证 隔了一小段的这个马路宽 但是我们来看看 今天包括了网红四叉猫 在对面来开直播的时候 还遭到小草呢 比中止甚至还丢了水瓶 小草们聚集北检外 网红四叉猫本来想直播 但被请到队接去 我的裤子快掉下来 我最近变瘦了 警察他装我东西了 他抢我的东西了 警察有人抢东西 非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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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检前的博爱露 成了楚河汉界 但有人越界了 四叉猫直指黑衣男 突然抓了他 两万多块的直播棒 又遇到小草丢水瓶 他在对我比中止啦 热情民众前往声援 正反两派战火 前一天就开始 人在座 天在开 人在座 天在开 北检外只有零星小草 反而是磕黑反磕 群众聚集举牌抗议 批柯文哲欺压地主 一名中年女子在现场叫嚣 痛批柯文哲 有小草听不下去 跳出来双方隔空对呛 场面火爆一度做事要冲过去 从晚到早 上百名警力到场戒备 我们有做警务规划 综合员员被网友 是是是 目前情况都OK 警察局长李希和 亲自作证督军 场外正反两派民众 虽然已经隔出距离 但警方人不敢大意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柯文哲金流风暴的特别报道 现在柯文哲整个司法进度的最新 在刚刚晚间的六点多 已经遭到检方声压境界 在北九外头好多声援他的力量 但是主要的几个关键人物 包括了馆长今天下午现身 一起跟着小草来大呛检方 包括被点名应该接任党主席的蔡壁如 也到北检来声援 甚至一度哽咽 他强调30年来任督的柯文哲 他坚持一切清白 但这样的说法 北检以及台湾的民众能接受吗 我要来支持他 而且他昨天到现在 这样的时间拉得太长 我一直在等待 我们检察官宣布他 我在直播讲过 宣布他犯罪的证据 因为我觉得都犯成这样的嘛 他肯定收了不少钱 他才会被 现在抓过来问这么久 我也一直在等 因为这样的人心可独比 虽然我相信他 但是 也不知道 我也没跟他 雷天在一起 对不对 我也担心他变职 我也担心他已经 魔化了 已经腐化了 但是我昨天等到今天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刚刚我看了非常多新闻报导 问了老半天 问到现在 也没有查到他 多收人家几块钱 他一直在那边压 我觉得我仍然是要到现场 而且看到那么多的支持者 都到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到这样 如果是检察官 我不压他 我不是很没面子 不是证明我昨天都是X吗 我搞了两天X 我累死各位 累死警察 累死媒体 他现在面子撑 撑了也要压他 我知道 后面也有X 警察大官在盯 不然这不是变笑话 各位忙着两天不是变笑话 他现在已经想压他 我也讲你压他 证据要拿出来给我们看 你为什么要压他 图利 图什么利 赚了多少钱 如果没有你一句话 你就认定 我最讨厌法院这种事情 为什么人家司法不公 为什么85% 86%人都不信任司法 我自己也开情开那么多 就是法官认他认为 我们是讲求 我们是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讲求的是证据 他收多少钱你赶快放出来 我也要让我伤心 让我难过一下 对不对 你压他压死他 真的拿钱去死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 你贪污了就去死 但是现在这样 我还在讲 我们都要等 所有人都要等 为什么要压他 来 记得记得 记得 好 我想要这个 是 好 好 你好多承担 好 你好多承担 好吧 谢谢 好 好 没办 谢谢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都相信柯文哲的青年 我认识他超过30年了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我相信他 那也希望他能够 就是 嗯 身体状况要能够 保持身体的 呃 对 是因为他受 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 对 因为我觉得 他应该 他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 这样的征训 我是担心他身体上面吃不消 所以 还是 拜托主席 然后把自己照顾好 我想 有 强壮 有健康的 身体跟心理才能够面对 这个往后这样子 也许是长时间 只要往后可能就是 长时间的这样的司法的一个 我不知道 我不敢讲说是逼迫或者是要讯稳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身体要能够保持健康 身心状态最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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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十九个正 我想 我今天就不回答一些政治问题了 我今天就主要是来跟小草 加油打气的 那就这样 好不好 谢谢 好 刚刚看到了包括了馆长跟蔡壁炉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来护航 看起来这个说法呢 台湾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不论柯文哲或者民众呢 他的反感度飙高来到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台湾每三个人就有两个人厌恶柯文哲以及民众党 甚至现在林佐水说呢 柯文哲的民调已经两度被腰斩 看起来要正式化下一个据点 整个柯文哲的政治声量跟民众党可能就此泡沫化吗 包括了在甲仗风波呢 让柯文哲的负面影响来到了百分之八十四 那这边来看到呢 整个民众党的好感度虽然一路的下滑 在五月份呢 大概还有百分之五十三 那么第一次啊 在这个七月的时候呢 满意度跌破了百分之五十 就在呢 这整个八月份最新 包括了台北市长 包括了金华城的五大弊案 再加上呢 危机处理失当 以及整个政治现金的甲账风波 让民众党的这个反感度高达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三 而现在对柯文哲反感的 在蓝白局破局的时候 来到百分之四十六 但这个时候比他更高 来看看现在不信任柯文哲呢 以及民众党已经来到将近七成 上升到史上最高百分之六十九点一 那现在呢 据说有来自南部的民众要北上 来声援柯文哲 会不会声援的民众人是越来越少呢 我们来看最新现场 台南仁德里活动中心旁出现这台游览车 民众党台南支持者号召北上前往台北地检署外 声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车辆在仁德里活动中心等待支持者上车 来听参加民众的说法 这一台游览车在晚间的七点二十分从仁德里活动中心出发 预定在前往包括永康临时转运站等另外三个据点 而民众党台南市党部原本在九月一号的下午 要举办一场小草顽皮计划的座谈会来招募党员 也因为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城风阔 这一场活动决定取消 我如果有证据拿出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放大 放大 館长身穿白衣来到北检外申员柯文哲 隔空开枪检察官 接起小草激养情绪 我跟柯妈妈通过电话 就老人家就一直哭吧 希望我相信她的青白 我跟她说 我不相信她 我人不会站在这边 年纪那么大 因为她一直哭 讲话都不清楚 我真的是很辛苦 班出柯妈妈大打背琴牌 北检外头不止馆长到了 民众党党公职也陆续加入 现场高唱柯文哲竞选歌曲 黄国昌被捕捉到默默低头 疑似擦了擦眼泪 对着小草继续喊话 也声援柯文哲拒绝夜间征讯 也绝对支持 就是怕为自己去把 在程序上面 正大的程序 这个高达至上甚至那一步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 即便柯文哲遭当庭逮捕 是因为拒绝在北检休息 静字想离开 民众党人怒呛司法不公 而这连串动作 也被质疑是政治操作 四叉猫眼尖捕捉到民众党赖群组 另外林国成在群组直喊 团结一致 穿草鞋干到底 媒体让黄阳明就分析 柯文哲跟律师早就决定 要往政治案件处理 要让检方侦办过程程序拉长 营造他被政治迫害的能量 都是柯阵营可能的手段 如果没有政治现金风暴 这招或许可行 遗憾的民众党在黄国昌的带领之下 他为了要接收柯文哲的政治遗产 不惜煽动民粹来挑战施法 我们今生所体验 明显违法的程序 希望我们的执政当局 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民众党虽声称 不过度揣测 检调有政治迫害 但种种动作 言行被质疑 不已知 三顺沉响续圈台北 采访报道 柯文哲今天是从政以来 第一次被戴上的手铐 会不会被羁押 今天晚上就会有答案 不只金华城案 接下来还有五大弊案 能不能够全身而退 对他来讲是越来越机会渺茫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